台湾优良稻米的高品质全是靠着和理化施肥所栽种出来的 在台中区农改厂水稻和理化施肥示范田间成果说明会中 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就是水稻和理化施肥示范区 看看这粒粒饱满的金黄色稻穗随风摇曳 就知道运用适当的施肥方法 种出来的水稻不但健康减少化肥的使用 每公顷肥料成本大约减少8900元 总产值却可增加10万7千元 让农民荷包满满 台中区农会改良厂今天在花坛办理水稻和理化施肥 这次我们所试验的品种是胎耿9号 那这个品种在这一期做的试验 发现施肥量可以减少30%到50% 那每一分地可以节省肥料1000多块钱 那我想1000多块钱对农民来讲 累积多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那我们也考虑到说整个彰化地区 2万多公顷 假如每一公顷可以节省1万多 对我们肥料来讲就节省相当多的金额 农改厂今年利用花坛乡 留错村农民人和泉水稻田 设置水稻合理化施肥技术示范店 办理一二期倒做合理化施肥实验 示范成效让农民很满意 有开心是出啦 有开心 应该是剩一两千块有啦 应该剩一两千块 吃一吃 很麻烦的吗 没有啊也是同样啊 咱们普通也同样啦 没想说多麻烦啦 张志胜指出 应用土壤特性及其肥力来调整施肥量 就可以减少肥料使用量 目前水稻肥料适用过量尤其是淡肥 虽然水稻长得高却是虚肥 经不起风吹 肥料使用过量还会衍生污染水源环境 优氧化等问题 也亦造成严重病虫害 未除虫害又增加化学农药使用 增加生产成本支出及农药残留危险 希望农民可以改变观念 合理化施肥省钱环保产量又不会减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